好,再來就是今天的最後一首歌曲 原本這首歌他沒有時候 我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然後其實我沒有被他下一個歌名這樣子 然後因為他是一個朋友的故事 就是一個有關於愛情的一個故事 是我朋友的故事 然後後來我寫成了這首歌曲 然後我原本這首歌的名字 歌的那個歌名是以那個朋友的名字為例 後來就覺得還蠻好笑的 然後我就 哭起 暫起就是把這首歌叫做 門外 門外這樣子 然後就分享今天的最後一首歌曲給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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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有機會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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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